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今天這段影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警方在前日下午 倒破了一個以黃人為首的犯罪集團 而這犯罪集團是有一名黃醫師 不是姓黃 只不過他的行為是黃到黑 而這名醫師竟然是收500元 去幫黃人開一張豁免打針的證明書 而警方拘捕了他之後 他診所的職員害怕到震 甚至近日有媒體踢爆他之後 他診所的員工竟然不敢上班 在網上有人踢爆這間診所之後 黃人竟然蜂擁攻擊他們的同路人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一會會和大家大踢爆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 就是要說說一些國際事務 大家知道中美貿易戰非常緊張 中美關係同時緊張 加上台灣問題上 美國不停滲風點火 加上世界上還有烏克蘭的戰爭這件事件 所以令美國和很多人都成為敵人 而近日美國的其中一個頭號敵人 俄羅斯竟然敢去光顧金仔金正恩買武器 美國對此表示害怕到震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為何俄羅斯要和金仔買武器 為何不和我們中國一起合奮買武器 去砌美國 一會會和大家說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就是警方在前日下午 倒破了一個犯罪集團 我可以這樣形容 因為今次犯罪人不僅有主犯 還有幾千名一起參與犯罪人士 話說到有一間醫務所 這個醫務所就是蔡淑梅醫務所 而她是一個元朗區的醫務所醫生 她早前被人踢爆了 原來她是向病人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打針 但是你又怕犯法 你就去買這張醫生紙 但我又要糾正一個錯誤 不是怕犯法就可以買醫生紙 因為你這樣買醫生紙也是犯法 你行使虛假文書也是犯法 而這一名醫生 她本身是一個黃得出執的人 她本身曾經在MyRadio 即是毓敏那邊的網台 曾經接受過訪問 而這一名黃醫生 Sorry 其實她姓蔡 但我稱呼她為黃醫生 因為真是黃得出執 她竟然口口聲聲說幫同路人 實際上是500元開一張假的醫生紙 過往在香港 如果你說買賣假醫生紙 病假紙本身也犯法 但這些醫生都是成行成史 為甚麼 因為賣一張醫生紙 只需要你走過來 和你把襪子也好 和你獨獨的額頭也好 隨便說病就簽給你了 這些簡直是無本身利 利潤是非常高 正常醫生又要幫你應診 又有生命風險 又有安全風險 還要開藥給你 才能賺一百幾十 但這些不同 一次過賺幾個水 今次蔡淑梅醫生 同樣用500元賣這些虛解醫生紙 被黃人 結果被人踢爆 而他被人踢爆其實是幾個途徑 首先第一 就是文匯報在早前曾經報導過 蔡淑梅位於元朗的診所外面 近月每天早上都有幾百人排隊 形容是 黑醫護濫發免針 每週鏈才數百萬 當然這不是文匯報 這是事實 而這間診所被人爆出來之後 當中除了蔡淑梅這些黃的人 是不怕死之外 其實他的護士診所內的姑娘 當然是害怕 人家是打工仔 無謂因為醫生的不良行為 令自己要上身 所以這間診所 他在被拘捕前一天 曾經貼過一張通告上寫 他說 文匯報的攻擊嚇不了我 但嚇怕了我的姑娘 沒有人敢上班 我當然也無法開診 唯有休息一星期 等中秋節過後再算 真地狠抱歉 辛苦大家了 事實上是否真的嚇到姑娘 我不敢說 但你被人揭穿醫生紙 你不是還想著這星期不避避風頭嗎 當然避風頭 避得一時也避不到一輩子 所以蔡淑梅最終被警方拘捕了 警方的元朗警區刑事總督察戴玉倫強調 警方十分重視案件 亦將案件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第三隊接手調查 警方呼籲共同抗疫是每個市民的責任 任何人以任何手段逃避接種疫苗 都是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和衛生 任何人製造假的疫苗證書 都是牽涉到製造虛假文書 而且如果你是行使假文書 你都會牽涉犯法 就是行使虛假文書 相信在這裏 有很多小黃人現在的心心怕一怕 怕的地方是甚麼 早前我已用僅餘剩下500元 買了醫生紙回來 以為不用打疫苗 糟了 每張醫生紙上都有醫生的名字 他的簽名和醫務所的名字 一看到蔡淑梅這三個字 明顯知道這張紙是假的 現在媒體又鋪天蓋地報道 大家要知道 這些醫生子除了拿來給警察看之外 給餐廳看之外 還要給公司老闆看 所以假如在看影片的朋友 你是公司管理層 或是公司高層 甚至是公司老闆 就請你記得翻查清楚 你公司有沒有員工說自己的身體不適合接種疫苗 然後看他的醫生子是否由蔡淑梅開 如果是 我想這個員工也能解僱 他不僅是行使虛解文書 他更是欺騙公司 這些員工留在你的公司 也不妨對你的公司有何好處 事實上除了《文匯報》踢爆他之外 早前亦有網民曾經踢爆這間黃人醫務所 話說我早前在Facebook Post 看見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是圖文並謬 就是有網民踢爆說這間日日排長龍的診所 其實不是普通的應診 是拿醫生子 即是本身打不到或者拿不到免打針醫生子的人 就是特意去他那裏做這張醫生子 然後聽聞日日過千章 已經做了很久 而下面有一群黃人封殺這位網民 就說你這麼多事 日生你多過特首 然後就說 你可不可以出小句聲 甚至有人說每天乘車都看到 有一群人排隊都不知道排甚麼 下面的人再回答 500元買一張醫生子 豁免打針 下面的人留言 集體報告 集體舉報 集體Unlike page 集體刪除帖文 這群黃人口口聲聲又說說公義 又說說正義 又說要捍衛香港法律 自己天天走去犯法 又扔汽油彈 又在行使虛假文書 又在製造虛假文書 有人踢爆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黃醫生濫收費 濫發這些證書 500元開張紙出來 他真的這樣支持你這群黃人 又不見他免費開 又不見他10元成本價 像正式收費開 但他選擇用500元一張 你想想 香港市道本身就不好 求診 現在每個看醫生都走去公立醫院 私人診所 還有最重要 大家戴口罩多了 感冒也少了 醫生生意便少了 這些無良醫生 選擇用旁門左道 用500元一張 去吸引小黃人簽名 去開這張證明書 你也不要說不多 大家記住 黃人聲稱自己有200萬人 如果200萬人都去光顧這個醫生 200萬成500 大家的數值計算吧 亦亦亦收費 這些錢無本身利 是黃人最喜歡做的 這些食人血饅頭 都是黃人最喜歡做的 老實說 假如你手上還拿著這張 鄭淑梅的豁免打針證明書 我勸你盡早回頭是岸 快點在家裡找個化寶爐出來 去燒你這張證明書 一乾二淨 最重要 不要再用了 真真正正去打針 保障家人 保障自己 不要禍害人間 不要成為香港的罪人 如果香港的疫情完完全失控 不打針的你 絕對是香港的大罪人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要說說一些國際事務 要說到關於俄羅斯 大家知道 近日俄羅斯很威風 說咳你便咳你 咳了歐洲的天然氣 早前俄羅斯表示要維修北溪1號天然氣的運輸管道 這條管道其實是連續歐洲 歐洲很多國家都靠這條管道輸氣過去 但俄羅斯擺明不是普通維修 在敏感時停止向歐洲供應天然氣 很明顯有戰略意義 或是政治意義 對於平民百姓 我們生活在香港安然無恙 因為我們背後有強大的祖國中國撐主 不像歐洲那樣 未來冬天隨時沒有暖氣 但最重要的是 俄羅斯吃著小孩 說你近日又玩制裁嗎 不如這樣吧 你制裁我一下 我就再封你的北溪天然氣 再封久一點 暫停向你供應 俄羅斯很明顯是跟你玩俄羅斯輪盤 為何這樣說 他現在是跟你玩 到底看看你們在歐洲凍死 還是我這群人在俄羅斯窮死 很明顯這個答案大家明白 歐洲人試試冬天沒有半年的暖氣 看看他們會怎樣 俄羅斯除了膽減北溪天然氣外 近日亦有一個新舉動 就是受到西方制裁的影響 美國有媒體表示 最新的情報顯示 俄羅斯向金仔買軍火 美媒在9月5日就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根據新解密的美國情報 俄羅斯正向朝鮮 即是北韓 購買數以百萬計的彈炮、炮彈和火箭彈 報道顯示 莫斯科政府受到西方制裁 被迫轉向北韓買軍火 報道指 俄羅斯曾經向中國購買軍備 但未有成事 這報道內沒有詳細報道 買哪些武器、價錢、交運時間、規模等 大家知道北韓很神秘 美國有這些機密文件 其實也很奇怪 而引述了一位美國官員說 除了炮彈和短程火箭外 預計俄羅斯將會跟北韓購買更多武器 事實上很多人問一個問題 在現在國際局勢這麼緊張 包括台海的局勢 美國經常挑釁中國 我們中國在這時候當然要幫俄羅斯 俄羅斯要武器就幫他 為何不幫呢 事實上中國在買天然氣、石油方面幫助俄羅斯 但對於買軍火真的有點困難 由於中國自身研發的武器也很多 但如果這些武器一旦流入敵對的勢力 或是外軍 在外國軍隊手上 有機會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力 被外人看透了 甚至影響差了 這個人不想看到 而第二點最重要 雖然現在中美關係緊張 但如果面對美國對中國瘋狂地作出一批制裁 老實說不是怕他 但在不多不少現在的中國也有影響 哪怕普通的制裁其實影響也有 所以我們為何要有反制措施 雖然他們對於我們的官員的制裁 可以說是不恨不養 但如果對於整個國家的制裁 其實是有妨礙我們國家發展的一個情況 所以中國就在這次事件上 他表示我不賣武器給俄羅斯 但大家記住 這次賣武器的是北韓 北韓向來不怕美國制裁 你制裁我有甚麼用 我本身自己封鎖 不過不要緊 我喜歡射兩支導彈過來 看看你怕不怕 你最好沒有那麼多爹 這就是北韓的一個做法 而大家都知道北韓的大佬是誰 沒錯 就是中國 這次中國不是自己出面 用我們中國的名義去賣武器 而是叫弟弟北韓 去賣武器給俄羅斯 事實上這樣算又有不同說法 即是說 喂 又是中國的事 甚至我們中國偷偷運武器給北韓 你也不知道 所以接下來國際局勢應該會繼續緊張 俄羅斯明明會被西方制裁 中國同樣會 但在這個局面下只有團結一致才可以踢走西方的外敵 犯我中華者 雖遠別珠 如果要把這句說話說成現在的局勢 就是犯我亞洲者 美國別珠 在接下來的大局勢中 北韓 中國和俄羅斯必定會聯手 但如何聯手 如何對抗西方的外敵 如何打破亞洲的地理戰略 如何攻破日本 菲律賓 南韓 這些重要關卡 甚至如何解決台海問題 接下來真的拭目以待 接下來看看局勢如何變化 但我相信 假如這三個國家 即是北韓 中國和俄羅斯 三個國家聯手一起去動美國 就絕對夠動 但當然 所有戰爭都是看利益 沒有必要的戰爭就不用打 如果是時候摧毀美國 是時候擊敗它 那就打吧 但當然有很多方法 不是每次要打仗 經濟戰 科技戰 資訊戰 都是其中一種戰爭手段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就可以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